我們接下來介紹呢 在這個獵戶座 獵戶座裡頭 有非常漂亮的東西 像這一個 這個各位 其實我都寫的 我看一下有沒有寫的很清楚 來看一下 各位覺得這張圖畫面 你覺得像什麼動物 你有沒有覺得像什麼動物 有沒有像一隻鳥 來看一下 鳥的頭 鳥展翅飛翔的感覺 而且又是 火紅色的 所以我們稱它叫火鳥 因為M42 獵戶座大星雲 它也另外一種稱法叫做 它是叫做火鳥星雲 那火鳥星雲 在哪裡呢 那它也是一樣 它也有NGC的名字 1976 那它位在哪裡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你先順便把這個也介紹一下好了 這個也是在獵戶座 碼頭星雲 可是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因為後面的 這個光 而襯托出它前面的黑暗 有沒有像一個碼頭的感覺 可是這個碼頭的感覺 它是屬於比較暗 暗黑的星雲 你只要發覺 幾乎這種暗黑的星雲 一般來講 都是恒星的誕生地 來 我們放大 請各位看一下 這邊感覺有一點亮亮的 這邊有幾顆亮起來 有沒有 它就是一個比較冷的雲氣 冷的雲氣就會慢慢的 有時候突然慢慢的碰在一起之後 就慢慢黏住了 久而久之後面的 它因為黏住了之後也慢慢有它的重力 會吸引旁邊的塵埃陸續過來 然後慢慢吸 就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當它的重量 達到了目前太陽的只要千分之八十的質量 現在太陽的千分之八十 為什麼要講千分之八十 為什麼要講千分之八 我不用寫了 為什麼要講千分之八十 因為 木星的質量是太陽的千分之一 所以我們通常會另外一種講法 只要八十顆木星的質量聚集在一起 就可以點燃核融核反應 就形成一顆恒星 這樣了解吧 所以當它這些雲氣慢慢的黏 越黏越大 重力就越來越大 又會再吸引一些雲氣進來 黏黏黏黏黏黏到最後 它的質量變到千分之八十的太陽質量 也就是八十顆的木星質量 就足以點燃核融核反應 形成一顆恒星 OK 那形成一顆恒星之後 它的往外的太陽風 它開始做核融核反應之後 它有熱輻射 同時也有外圍會吹出太陽風 會把周圍的雲氣給吹開來 然後慢慢的那顆恒星 就呈現在大家的眼前了 OK 所以它是恒星的誕生地 所以你看 這很特別的 反而是後面的光 後面的青分子雲 這叫青分子雲 的這種發射光 映射出前面的 感覺有一坨暗暗的東西 我們稱為碼頭星雲 那這個碼頭星雲 它這邊也有一個編號 這又是另外一個星表編號 叫IC434 IC它其實就是index 所影 index catalog 那以後編列在IC上面的星表 幾乎大多數都是比較暗黑的星雲 暗黑的星雲 編列在IC434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這是獵戶座對不對 獵戶的肩膀 獵戶的腰帶 獵戶的膝蓋 那各位知道 我們剛才講的火鳥星雲在哪裡嗎 火鳥星雲 就在獵戶座的重點部位 重點部位 很好記 有沒有 獵戶是男生 那個看起來像鳥 就在重點部位 火鳥星雲 OK 而且呢 上次我在那個什麼 在東山高中講的時候 東山高中的那個學生就開始 哇 就 然後我就說 那什麼 甚至有學生說好害羞 我說有什麼好害羞 天文學家特愛用望遠鏡偷窺這個地方 OK 所以以後 有時候在冬天的時候 天文館也會看 大家不妨一起去商量 好不好 這個地方 OK 它就在中間 這三顆 裡面的第二顆 因為這三顆 分別叫 罰一罰二罰三 罰一罰二罰三 它就在罰二的區域 OK 然後呢 而且我說真的太 太好記了 它也是 東西誕生出來的地方 有沒有 剛才 恒星的誕生地 所以很好記 OK 好 那另外呢 馬頭星雲在哪裡 馬頭星雲在這個 生鏽衣 外面這裡 一點點 這裡 這個地方 馬頭星雲在這裡 OK 像我們的模擬星空軟體 都可以模擬喔 來我舉個例子 有機會各位也可以用這個來模擬看看 好 然後我通常都習慣把 恒星 那個什麼 恒星的名字拿掉 OK 那甚至把那個 行星的 名字也拿掉 甚至把行星先拿掉 不看 這樣行星都不看 然後呢 來快速轉到冬季 OK 然後呢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搜尋這邊有個尋找 可以找 比如說呢 我假設要找 M42 欸 有沒有看 然後這時候 它把這個 放在正中央之後 你可以用滾輪把它放大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OK 這個很好模擬 那另外呢 來看一下 可不可以看到 IC434 欸 它定位在 生鏽衣旁邊了 有沒有 把它放大 再仔細看喔 有沒有看到 OK 碼頭星雲 那剛才我們講的 M1 卸狀星雲 就在這裡 天關星在這 它在旁邊這裡 所以來 我們搜尋 M1 有沒有在這裡 金牛座的 牛角延伸這裡一顆 這裡一顆 叫5G5 但是這是屬於金牛座 這一顆屬於金牛座 好來放大 OK 好 然後呢 卯秀M45 卯秀在 金牛座在這個地方 嗯 現在突然 縮小這裡 卯秀在這 看到沒有 肉眼就可以看了 來我按空白鍵把它弄到中間 放大 OK 好 所以各位 這個 很不錯的天體 找機會真的 透過望遠鏡來嘗試看看 OK 剛才我說 法二 是獵戶座大星雲 那 生鏽一旁邊 是馬頭星雲 那另外呢 欸 還有這樣子的 就是 一團萌萌的 中國人認為 這一團萌萌的 我們再用肉眼去看它 感覺很陰森的感覺 糊糊的 唉唷 看起來好可怕 感覺有 激著屍體的氣息在那裡 所以稱它叫做 激屍氣 那在我們的 二十八星鏽裡面 它也被歸類在 鬼秀 鬼秀星團 OK 那鬼秀星團呢 這邊的星星其實是 算是比較疏散的 等於說大概是 幾百顆到幾千顆星星 左右成一個集團 欸這旁邊的不要去想 這可能是遙遠的喔 但重點是這邊這幾顆 是一個集團 OK 所以稱M44 它數字也都取得很好 44 是鬼秀星團 都很好 很好記 好 那這邊稍微跟各位講一下 星錶 就是最早呢 我們比較知道的就是 比較有名的就是 梅西爾星錶 它特別把那種 比較特別的天體 總共原本是103個 到最後再集結了 後面後面的人 再增添了7個之後 就總共有110個天體 我們這些稱為 梅西爾星錶 那另外呢 另外一個星錶 那個另外一個星錶 原先早期叫GC 叫General Catalogue 是由威廉赫歇爾 欸 講到這 請問 威廉赫歇爾 他因爲什麼有名 威廉赫歇爾 還有沒有只能記得 他發現了一顆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 威廉赫歇爾 沒有人要答 他發現了哪一顆星 哪一顆行星 好來 蛤 天王星 天王星 答對了 現在大家都 都已經 大多數人都忘記了 威廉赫歇爾 就是那個發現天王星的人 然後跟他的兒子 約翰赫歇爾 當時他編列了一些 星錶 叫做General Catalogue 然後後來 再由丹麥的天文學家叫 德雷爾 OK 他這時候 再把它 增 擴增到八千個天體 所以 因為算比較新了嘛 所以叫 New General Catalogue 就是NGC OK 那另外呢 這個 IC 434 剛剛有沒有看到IC 就是Index Catalogue 就是丹麥的天文學家 一個叫德雷爾 一樣 就是同一個人 他又在編列了 但是主要 比較是 更暗的天體 幾乎編列在IC的天體 你很難用 在地面上 很難用望遠鏡 拍出來 很難 比較難 除非要更大型的望遠鏡 而且要長時間曝光 但是像這個地方 New General Catalogue的是 你只要有相機長時間曝光 你就拍下來了 那這邊的天體 因為很暗 不容易看 所以基本上 在地面上 不容易拍得起來 好 大多數可能是由 哈佛望遠鏡來拍的 OK 好 簡單的 提到這個地方 來 我們把錄影幫我關一下